3月3日,星期二得到,早晨,我是新聞報道員小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超市掃貨呢? 除了在超市掃貨,你們會否買定必利通康門口呢? 現在所有藥房、萬寧、超市各樣這些藥物產品都缺貨 林鄭月娥不停將香港推去一個沒辦法的方向就是清零 但病毒未清零的情況下,超市的產品、食物甚至乎藥已經被清零了 有記者去到很多區藥房、便利店、超市看看 發現了許多香港人常買的品牌退消藥,包括必利通、幸福雙風素、樂信等品牌已經賣光 連雜物品牌都被掃光,藥房就說已經沒貨很久了 農曆新年後到現在都未能補貨 引述代理商就說,或者3月底才可以補貨 但散裝、撲熱式痛仍然有貨,即是雜牌,雜牌那些還有貨 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林偉文就認為,香港人就是恐慌會這樣購買 因為袁國勇提及到必利通,令有品牌退消藥的止痛藥都沒有貨 供應商亦很難短期內應付大量需求,他希望港共政府可以更新資訊給市民買成份相同的產品 而有另一個差不多的產品就叫撲熱式痛,是韓國的退消藥 有記者去到藥房就看看,發現連這產品在內所有的退消藥全部都賣光了 有藥房職員就說,已落單給供應商大都沒有回音,沒有人願意發貨過來 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林偉文就表示,現在必利通和幸福雙風數這些雙風感冒成藥搶購潮非常嚴重 他形容是全港市民恐慌性購買,令全香港都沒有貨,連代理商都沒有貨再出售 他就這樣說,是沒有供應,他們的貨是估計平時的銷售量,一窩風如果全部人都要,一定不夠貨 他認為必利通在各地的包裝都不同,香港只能銷售香港的包裝 相信代理商短期內也很難以增加供應 他就說,因為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接受訪問時提及過必利通這三個字 所以很多市民只信這牌子,必利通最快賣光的 之後就是幸福雙風數這些香港人熟悉的牌子止痛退消藥,也陸續被掃光 他又提醒市民不要盲腸藥,強調必利通只是一個牌子 這個牌子主要的成份就是撲熱式痛 Paracetamol,已經多了回客人解釋普通的撲熱式痛藥和必利通是沒有大分別的 但市民就不信,其實這一類藥每間藥房依然有很多存貨 撲熱式痛有,但必利通就沒有了 他出省政府更新資訊,提醒市民可以去到藥房配備撲熱式痛等等藥物 對於有藥房炒季藥或團職居期,他就表示 已經不斷提醒會員良心少少,但他就說天天說都沒用 是有些這樣的人,那些等錢交租的就說知你了 他又強調炒季藥的藥房只是屬於少數 其實大家都知道,武漢肺炎這個武漢變種病毒 食必利通已經可以醫好,於是大家就去搶購了 我自己就覺得未必關於袁國勇的事 因為袁國勇真的不大影響力 當市民沒有安全感的時候 當然是自保,買食物,買藥品,買多少也好 想著多積在家裏沒有壞,因為不知何時又斷貨 或是要排長龍去買東西,那我又真的覺得 無可口非買這些藥物 下一則新聞又是關於《國安法》了 警方國安處在昨天正式落案起訴兩個學生 分別姓唐和姓嬸 兩個人涉嫌在2020年11月19日 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中,專謀發表煽動文字罪 其中姓唐的學生因為涉及其他案件的原因 需要繼續在唐福懲教所服刑 而沈同學就需要扣留在觀塘警署 兩人將於下星期五,3月11日上週 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在案法當日,眾大學生不滿校方取消實體畢業禮 於是發起校園遊行 期間有人拉起港獨還額和高叫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民族自強、香港獨立等抗爭口號 當時亦是第四波疫情爆發時 中文大學除了報警外,亦即時發表意見 表示強烈的譴責 而表效中,在過去的國安案件中 當時的口號有被裁定違反的案例 除此之外,在上月2月14日 成大學生會遷出會址前舉行告別禮 大約有30個穿著黑衣的學生 在校內中銀樓六樓的學生會櫃桌聚集 之後帶隊遊行,校方報警求助後 因事件涉及違反國安條例,國安處已接手調查 其實我覺得很可悲的 香港大學不是培養學生做一個正直的人 不是培養學生說自己想說的話 亦不是捍衛言論自由,根本已經靠邊站了 全部都站在港共政府那邊 現在還要像文革一樣抽證學生 見到有學生表達意見 你其實不出聲,假裝看不到便沒事 你為何不斷忙不絕地表態 然後就報警抓人與藍絲沒有分別 真是不知所謂 下單新聞 美國對香港的旅遊警示升到第四級 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二、三月一日對香港的旅遊警示提升到最高的第四級 建議民眾不要前往 當局的聲明說 由於疫情與香港的防疫政策限制 入境香港可能會令家長與子女被迫分開 而入境的旅客需要隔離最少14天 即使完成隔離之後 亦都可能要面對額外的隔離或檢測 有報導或消息引述說 香港在昨天新增超過5萬宗的確診個案 再創單日新高 累計確診個案逼近30萬宗 而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日前已將香港的旅遊建議 由第一級上升至第三級 呼籲未打針的市民不要前往香港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醫療系統應爆煲 而且公佈的單日新增了55353宗確診個案 救護不升負荷 有救護員就對記者透露 發現消防署救護車調派中心 在收到市民求助後三小時才向救護站傳達相關的求助 但消防署就說 現在的救護資源緊絕 因此調派中心會在有救護資源時 才向救護站傳達相關的求助 廚房再三呼籲市民珍惜資源 有市民要等39小時才獲派救護車 現時救護站會在接收到 調派中心傳達給市民求助後才出車 救護員A.C.新表示 近日救護車調派中心在收到市民求助後 遲了3小時才向救護站傳達相關的求助 比起個環只需要1、2分鐘便會收到求助內容的情況不同 亦變相令市民遲了獲得救護服務 調派中心的晚上8時多便收到市民求助 但我們11時多才收到 已遲了很久 現時消防助服務承諾在92.5%緊急召喚當中 救護人員都可以在12分鐘的目標 照達時間之內到達現場 A.C.新表示 近日許多個救護員吸塵 令本身已緊絕的救護團隊任手嚴重不足 許多救護員超時工作3至5小時 甚至乎要跨區工作 他不明白為何調派中心要遲3小時才把救助請求派到救護站那裏 消防署回覆查詢時解釋 在救護資源緊絕的情況下 他們首先將銷售的救護召喚在第三代調派系統建立個案 即開了法律先 並且等有救護資源時進行調派 緊急救護召喚的照達時間是由消防控制中心聽有關的求助電話開始計算 於是他的答案就是絕對沒有延後傳遞救護服務求助時間 對緊急救護召喚的目標 由92.5% 跌到3月1日的36.19% 消防署就此解釋了 因為大部分未能達標的救護召喚 是快速抗原測試結果呈陽性的輕症個案 他是打算給有限的救護資源 留給最急撤需要的重症或重傷的人事 所以輕症個案等候時間會長些 有些個案曾經出現等了39小時 救護車才到達 於是他呼籲輕症的確診患者 可以留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不需要急於召喚救護車 他又補充 由第五波疫情爆發至3月1日 總共有超過390個消防署救護人員確診 另外有超過500個救護人員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兩者總共佔整體的救護人員人手大約三成 而現在救護車嚴重不足 所以消防署為了分擔救護車的壓力 在今月開始借用旅遊巴接載 輕症患者去逐個彎 阿博等治療中心 有旅遊巴業界透露 大約有200架旅遊巴等幫忙 估計需要400個司機 但有救護員說司機欠缺防疫訓練 會有爆發的風險 消防署查詢時表示 內部調派7輛載客車 造用大約40個旅遊巴 用來分流運送輕微患者 去到各個治療措施 車上會安排救護人員或先避急救員 巴士分會主任譚偉照說 疫情下業界基本上全都沒有工作 新一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只向每一輛車支助3萬元 形容非常皮毛 連小型後巴的1個月開始都未能支付 他繼續說 假如一、兩旅遊巴分兩間來做 估計有約400個司機參與接送病人 他就說再爛錢沒有人想做 認為相關工作有風險 但業界部分人士早已沒有工作一段時間 有資深的救護員說 旅遊巴負責接載同區內的患者 在竹高灣那裡 例如走均整個九龍區接載患者 之後就一次車去治療 這樣便可以了 雖然設備沒有救護車那麼好 但會有提供氧氣瓶 可以持續輸氧15至30分鐘 以及提供一些基本的維生儀器 相對於重症患者 必須由救護車接軟 不過由於司機獻脫卸財保護医的訓練 他便擔心會令司機受感染 令病毒擴散開他 下單新聞 昨天和大家說過夏博然 被這個港區的國安法調查 於是他便離開了香港 今天想和大家說多些關於他的背景 以及發生了什麼事 國際人權專家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前主席夏博爾 Paul Harris 因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案件 被警方國安署要求錄取警戒口供 他即晚已整家人離開了香港 事件引起市民甚至乎是國際社會關注 夏博爾一直關心香港的人權活動 曾多次公開批評香港政府 今次事件懷疑與成立香港人權監察有關 這個香港人權監察組織在1995年成立 創辦人除了夏博爾外 還包括另一個大律師公會前主席 戴啟師Philip Dice 和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等人 夏博爾是首任主席 而香港人權監察成立的主要目的 是監察香港政府的法例、政策和活動 捍衛和出眾人權 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反送中的運動等社會運動中 香港人權監察經常派出觀察員到達現場 記錄和監察警方的處理手法 在外界有人權大撞美語的夏博爾 已經連近70歲了 除了是國際人權問題專家 亦是英格蘭執業大律師、香港資深大律師 他同時是英格蘭和威爾斯律師協會的人權委員會始創人 他近20年的時間分析全世界各地多次重大的示威運動 著眼於遊行、示威、抗爭和政治民主化 和與國際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 在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後 下一個月他在牛津寫完《捍衛自由和平示威減史》 《Racing Freedom's Banner How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Have Changed the World》這本書 會顧每場主要示威過程和他的歷史背景 並且說示威是堅持和平、可以推進社會進步 其實是保護社會安定繁榮的安全網 他就這樣說 他被強烈的情緒以不失尊嚴、有意義的方式宣洩 如果這條距道被阻塞 你的情緒將會循根有害的途徑噴湧而出 夏伯儀在2006年晉身香港資深大律師 在主權移交早年多進關於言論和和平示威權利的著名案件 他也有份處理 在2020年由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和諾應金一起提名 夏伯儀在2021年1月當選大律師公會主席 之後他放棄爭取連任 任期於2022年1月結束 夏伯儀在去年接受訪問時曾說 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半年 涉港區國安法的被捕人士已經100人 加上之後警方國安處帶舉搜捕2020年民主派錯選案的相關人士 有部分人士被黑警爆門 之後被扣留在各區的警署大概30至40小時才獲得保釋 夏伯儀認為警方做法完全不必要 是港區國安法損害香港自由的又一例證 無疑將香港進一步推向警察社會 Police State 他又曾說法庭對於香港2019年反梭例運動期間的818和831事件 當中涉及非法集結的國安判刑歌重 強調和平示威有助疏動民怨 如果民怨無法宣洩或引起更大的破壞 另外法國廣播電台訪問夏伯儀時 他又更直接說 港區國安法設計來奪走香港自由、引進大陸制度 以及維護公共秩序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他最關注是國安法第14和第60條列明 維護各界安全委員會的決定 以及駐港國安公署人員的行為 不受香港司法管轄干涉 他們可以隨意綁架人都沒有法律後果 更不用說打人、偷東西、入侵民居 對,任何行為 當中有一部分人權力高於法律 我們無法享有法治 在訪問中列舉 港區國安法的多項條文 例如第46條定定 案件可以在無陪審團下審理 而第43條賦予國安部門要求管有資料者回答問題 甚至第19條定明國家安全開支不受現行法律規定限制 全部都是與基本法保障下的憲法權利有明顯中的 而第55和56項規定 如果案件符合三種特定的情況下 包括涉及外國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 國安公署將會將案件行使管轄權 以及將案件交由大陸、中國人民法院審理 亦是他認為需要修改的條例 夏博爾出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後 長期被中共喉舌針對 不斷受官媒寫文來攻擊 海外港人、宣傳媒、同文 comments 引述、衛貨電子展報 就記錄文匯報和大公報兩大中共喉舌 總共有接近300篇文章內容與夏博爾有關 另外有近160篇文章或報導專欄用夏博爾為主題 可見夏博爾不停被中共官媒點名炮軍 眾聯辦於2021年4月25日發表聲明、聲稱 夏博爾是反華政客為違法者帳目 夏博爾回應強調自己不是反華也不是政客 他後來澄清認為港區國安法屬於合法 大多數國家都有定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 但他對個別條文不贊同 他亦重新《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享有集會、遊行、示威自由 作為擁護《基本法》的大律師公會主席 有責任幫市民和平示威的權利發聲 亦強調自己一直反對各種暴力 無論是示威者或警方都是一樣 他亦再次表明大律師公會不是政治組織 而採取適當行動和發言時 無可避免作及敏感政治議題 認為中聯辦對此又有誤解 回顧夏博爾為人權奮鬥的經歷 他是1991年英國大律師公會選出支持改革的公會主席 宣布成立人權委員會關注世界各地人權問題 當時夏博爾無水自戰成為人權的委員會首任主席 去到非洲、南美洲、亞洲等地方 關注與倡議人權和法治 續席遍布馬尼拉、哥倫比亞、尼泊爾等地方 後來更是1999年東帝民獨立公投時 負責觀察員的工作 而在1993年夏博爾來到香港 並認識李柱銘、陳文敏、李志希等法律界和關注人權人士 並在當時已私人職業的大啟書鼓勵下移居香港職業 大律師羅佩賢幫他取了中文名就是夏博爾 夏博爾多年以來一直主要處理人權、憲制和民事案件 涵蓋示威權、言論自由和反人口販賣 當中包括許多著名案件的 例如在1997年的馬為坤案 爭辯臨時立法會是否合法? 而在1999年的吳公少少國旗案件 爭辯國旗法限制表達自由是否合法? 還有在2008年陳考文、雪山獅子旗案 爭辯警方、拘捕行動有沒有侵犯言論集會權等 在那麼多個案件之中 尤其用這個2005年法輪功成員 在中聯辦外面示威的楊美雲安最具標誌性 在夏博爾仗義執嫌的辯論下 眾審法院最終裁定警方以左階拘捕法輪功學員 是屬於違法 因基本法保障市民和平示威的憲法權利 去到2008年他回到英國定居後 仍經常回到香港那裏 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大批示威者被捕 夏博爾亦曾經為部分被告出庭辯護 包括代表被控《港區國安法》中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 第二代美國隊長馬俊文出庭 而夏博爾與香港再次深厚聯繫 始於他在2020年3月到香港處理一宗案件 他在牛津當地報章就說 當地英國因疫情全國進入封城的狀態 他就說本身自己想著只是想暫時留在香港 但經過幾番思量後 認為自己留在香港比英國牛津可以做更多事 應該留在香港代表因為港區國安法而被控的人士出庭 記不記的新聞就是這麼多了 哎 氣死我了 因為我真的很精神緊張 我這段新聞錄了兩小時那麼長 平時我頂攏一小時就完成了 一來沒什麼新聞 二來我的貓因為這幾天發生了很多事 於是令我情緒非常緊張 很多事情都集中不了 不好意思 我希望明天的驗血報告正常 希望他沒有任何隱性疾病 今天的新聞就這樣了 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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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